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片头的都知道我们今天要做棉花糖 那如果你新是新来我们这个频道的话呢 那让我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频道里面呢 做所有的料理的都是一些 低卡路里或是低糖版的 就吃的比较不怕胖 因为我就是一个一年365日都说要减肥 但是又很爱吃的人 如果你也是这种人的话 记得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如果你想要吃比较健康一点的棉花糖的话 就看下去吧 这个是罗汉果糖 上个影片有跟大家分享过 它是零卡路里 从罗汉果 出取出来的甜味机 那我们今天呢 就用它来取代 精致的白糖来做棉花糖 OK今天最重要的材料 就是这个 吉利丁片 那我们要把它泡进去冷水里面 把它泡染 OK 全部泡进去冷水里面 那就可以来处理我们的蛋白 然后呢 这里是石墨的砂糖 就是非常普通的白砂糖 那么就 下去 之后我们加一点点的柠檬汁 好了好了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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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你用新鲜的柠檬汁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用这个比较方便一点 打发到大概这样子就OK啦 我们就可以来准备糖浆 这里是45克的水 原本的食谱说要加130克的糖 但是我觉得我不想要吃这么甜 所以我就加到80克就好了 听说这个步骤是非常重要 一定一定要118到120度 如果超过太高或是太低都会失败 所以我有点紧张 它现在快抵达100度的时候呢 我就把刚刚那些已经泡软的吉利丁片 然后浸出多余的水分 再丢进去 好了 很紧张 118度要立刻关火 OK立刻关火 然后呢 镜头转过来我们这个蛋白箱 我们就要把这个打蛋白的东西拿回来 要一边打一边打 它在这个可以挤花的袋子里面 在这个烘培垫上面 在这个烘培垫上面我们要加很多的玉米淀粉 在这个烘培垫上面我们要加很多的玉米淀粉 放上去做装饰 草莓片 草莓干棉花糖应该会很好吃 草莓片 再一點點的玉米澱粉 縫沾 ok了可以了 然後把多余的粉額都 來試試看 好吃 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 杏茜 以后 大家喜欢这个棉花糖吗 如果你喜欢这个免花糖 记得给我一个赞 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看 我为什么想要中棉花糖的一开始 其实是因为过年嘛 我老公说过年台湾就是一定要吃牛渣糖 那我本来是想要做牛渣糖 牛渣糖的做法就是把棉花糖煮融 再加一些nuts或者是果干进去 这个影片我本来是想要做低糖高线版的牛渣糖 所以我就想要把牛渣糖里面的内容呢 就是换成烤燕麦 我真的是试做了七八次 结果咯 我先做什么 这一句话我做很不停 你修处的故事 我先做什么 你计划吗 你计划的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